一定要先给资料 资料一定要是串列的方式 这个固定的 OK 你不能给其他的方法 第二个就是说 你把这个地方喂给它之后的话 然后颜色部分可以变更 颜色你很多种表达方式 你可以看官网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一个B就可以了 B就是那个蓝色 然后线宽 它样式跟它的Label 这个Label的话 如果你没有配合那个Legend 它是不会显示出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多图形部分的话 如果你要再多另外一个 你就把上面这个复制下来改就可以了 比如说有个男、有个女、有个男、有个女 对不对 然后男跟女的话 那资料放不一样 OK 也许你X跟Y 这个地方把它再放 另外的话稍微改一下它的Style 最后记得一样把它的什么 它的图力给叫出来就在转 Label 这边一定要有 有这两个Label 它就会产生一个图力 最后记得我们存档的话 记得我刚刚显示 如果显示不出来的话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把它秀了之后 再Save FIG 它这个时候就会出错了 那所以如果你要正确的话 像我刚刚试一下 真的 如果假如说你要让它存档的话 记得在它还没秀之前 你就先存档 所以那个顺序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顺序放错的话 变成它秀了之后 应该是它会把那个本来放在记忆体里面那张图就清空了 然后如果你要在存档发现一存便空白了 所以那个顺序可能变动一下 这样子的话再加一行就可以存档 那存的位置 你档名嘛 当然你未来如果要给一个绝对位置的话 你就再加上你的那个C碟 哪个词碟目录嘛 然后哪个档名对不对 那将来的话我刚刚有提一下 如果后面延伸性还蛮大的 就是说时间一到 自动寄给那个该收到信件的人 那个部分延伸性就还蛮大的 所以后面的话你也可以再做一个时间到 自动执行 OK 然后寄给别人 你再加一个什么 利用Python寄信 利用Python怎么寄信 其实我印象中好像那本书里面就有了 好像就有讲到怎么样寄信 不过其实这本书还有非常多的范例 只是说你们可能不晓得有没有特别去看它 如果有时间的话 这一本书还有非常多的范例可以去设计它 OK 而且呢 这一家那个这个作者好像是一个 他就出的书都还蛮蛮 排阳榜都还蛮前面 邓文运工作室嘛 那最近呢他也出了一本那个叫机器学习的 Python机器学习的 而且最近才出来了 OK那我看一下 他好像很多东西都从这本书有些部分是重复的 前面几张都一样 然后多一些其他的那个范例而已 OK 那 那也 我是觉得他的书基本上都是浅显易懂 然后 范例其实可执行 性也还蛮高的啦 OK 所以其实也可以来参考一下 那所以这本书后续有些没讲到的 请各位就是依照类似的方式 请自己再去花一点时间 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把每个范例都巨细迷的 讲很就是从就是讲讲清楚 OK 所以后续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许你们自己甚至可以组一个读书会吧 最怕就是你们上完这个课之后就溃散了 如果没有那个去算后续的 可能有些同学 因为真的这东西尤其是你的那个自学能力比较差的 或自制力比较差的同学 真的就很容易之后就没有 就就 怕是说后就是没有人督促的话 好你就慢慢 就会放 然后一放就越放越 越放越久越容易忘 忘东忘最后就全部又归零了 是非常可惜的 OK 所以尽量还是得打铁要趁热 而且要一直想办法 让自己可以保持那个热度 否则的话这个东西 会满浪费时间的 你现在已经学了 你就要总要学个像样的东西出来 不管怎么样 而且你要定目标 我是很怕说大部分同学都是要人家督促的 OK 所以方法很多 你像刚刚同学马上就说又想要考这张证照 那我是觉得两可你尽量就想方法鞭策自己的方法都OK 哪怕你是找自己几个比较熟的同学 组个读书会或者读什么 随时就是自己要有个进度 然后设一个目标 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题目有没有 你们也可以互相研究啊 然后呢自己每个同学都去写写看 然后最后的话呢彼此讨论一下 看哪一种写法比较好 也是一个不错的 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save我们试一下 刚刚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run一下 如果两个颠倒先show了之后 先save之后呢再show 其实这边当然有一个save 不过这个是要手动的 你可以存档 不过我们不是要从这边存档 我看一下 所以这边关一下 这个图就基本上就OK了 run起来没有问题 我们就按照刚刚的嘛 所以基本上就把资料一样倒过来 产生这个部分的话 总共是这三行 所以产生这一个红色的线 那里面差别是颜色变成红的 然后宽度变成5 还有就是它的样式变成这个 Label一定要是用一个标签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用lectron 才可以把这个图例给显示出来 如果你没有lectron的话 这个图例显示不出来的 OK 不过你会发现图例它这个时候 因为这边有东西 所以它就把它搬到本来的右上角的 会把你搬到左上角 不过特别注意 图例的位置可以变动 至于怎么变动 官网上面有 你可以设参数就好了 你查一下这边 其实我记得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要变动的话 我从这边其实官网上面都有了 所以你可以点下去 所以这边好像有在卷的位置 我可能要查一下在卷的位置在 好像在哪边 这里稍微看一下 我记得好像 或者是说在底下我好像有查到有帮各位贴到这边来 OK 这个再看一下 在这里 有 有没有 0的话预设值 如果你要在右上角的话 你就输入1 我印象中 右上如果现在是变左上角 但是我一样要右上角的话 印象中在这边加个数字1看看 1的话就右上角 看一下跑一下会不会跑到右上角去 嗯 嗯 这边 出错了 是说什么 看一下 他这个参数 数字 还是说他一定要是那个 uplight uplight 还是说一定要给一个字串 这个再试试看好 这个也许你在卷里面的话可以再加一些值 让他控制他的那个图里的位置 那这边有个说明 也许再试一下 是不是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加上什么 这个OK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我们就再加那个x跟y轴的范围 那我们开一下 刚刚那个save的这个chart 打开这个就有了 OK 就不会是空白的 所以那个一定要在秀上面先存档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增加那个就是这个图的那个范围 比如说我现在的范围是自动调整 像x轴它的轴是从0到16点几 那y的话呢 是从0到82吧 OK 可是问题这个范围我会觉得说 假如说我今天不要是0到16跟0到80 我希望0到20 让它上面比较空一点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我要怎么变更 所以你可以设定那个范围 请各位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设定那个范围的话 你可以在那个 就是Legend下一行 这边打一个什么 PLT 一样 设定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呢 就是 我的x轴的limit 所以你可以打一个x的limit 就这个属性 光安虎之后跟他讲说 我x轴不要0到16 我要0到20 这样就OK了 所以如果你加一个xlimit 这个属性进去的话 那你run一下 你会发现x轴的位置 有没有 0到20 那如果这边y的话呢 要0到100的话 你会发现因为这边过宽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Legend又放在右上 预设是右上角 好 那另外如果说你要设定什么 y的话 你可以一样 PLT 加上点 ylimit 挖虎 那我范围就不要0到80 我要0到100 那0到100 OK 你就给他 那个 y的范围 OK 那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加这两行之后的话呢 那他的范围 就会变更了 也就是说呢 从本来是0到16 到这边而已 有没有 他其实 预设是最四宽度 最四高度 可是如果说你希望 要让那个图啊 可以看起来更宽 中间不要说太拥挤的话 那比如说我可以设定到20 那这边设定到100 OK 那这个设定宽的话 其实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边有一个x的limit 这个的话呢 就是ylimit 就OK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可以再设定一个范围 并且最后把它save 待会再讲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上面有个标题 一般图表都有图表标题 然后那个 就是x有x的标题 y有y的标题 那我要加的话该怎么加 OK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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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